Extend和Expand很容易弄混淆。 Extend的前缀EX表示出、向外,此跟TEND表示伸出,所以合起来就是向外伸出、延伸。 Extend的前缀也是EX,此跟PAND表示展开,所以合起来是向外展开、扩展。 乍看上去两个词含义很像,但是Extend通常指某一方向上的变长延伸, 而Expand是整体在多个方向上扩大范围。 比如我可以说,I extended my arm to reach for the carrot,我伸长手臂去够胡萝卜。 这句话是说,我的手臂是往胡萝卜的方向伸展过去,但是我不能说,I expanded my arm to reach for the carrot, 那样就太恐怖了,听起来我的手臂像是整个膨胀开来了一样, 除非我是绿巨人,否则肯定做不到。 但我可以说,I ate too many carrots, and my belly expanded like a balloon。 我吃了太多胡萝卜,于是肚皮像气球一般鼓了起来。 为什么?因为我的肚皮是整个扩大的嘛。 另外,Extend和Expand也可以用作比喻。 比如,He extended his vacation,他延长了假期。 因为假期只能往将来延长一个时间段,所以用Extend。 相比之下,she expanded her business,他扩大了生意业务,他的生意整体规模扩大了,所以用Expand。 怎么样,你现在明白Extend和Expand的区别了吧?